大家好,我是郭爱秀禅 今天是4月25日复盘 大盘持续缩量 创业版这两天有微微方亮的态势 但是核心整个市场而言 进攻不足,急需补量 后面能够补量 且相应的体材方向能够聚焦 那么保持向上去跟 反之如果说迟迟不能补量 那么当前的话它还是容易回归到弱势的态势当中来 那么我们先上证 上证的话当前的状态来讲 对于指数而言它依然是属于没方向的 这个没方向的话指的是什么 属于区间震荡的范畴 用残论结构把它处理成30分钟中枢的震荡中 其实下3000点上3000到3000一 区间震荡的时间不短 但是最终是一定要选择方向的 选择方向的话 那么当前连续一周 甚至连续六七个交易日 它的量能呈现的是属于持续缩量的态势 那么持续缩量 甚至当前的量能的话呢 它已经达到了前面 比前面震荡的这个量能更低的这样的一个层级 更低的层级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去观察的话呢 如果说量能依然保持低量能的状态 那么呢 思维 反弹 难延续 好 向下再度考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中处下沿 或者前面低点 在3000点或3000点对下方 好 那么这位子想要转强的话呢 那么市场急需补量 这个补量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有进攻性的开线呈现的同时 伴随明显的方量 那么对应的一定要结合相应的板块出现 带领作用 出现了 那么呢 你可以视为新的行情的节点展开 然后的话呢 向上去跟当前来看的话呢 从量能来讲 这个位置持续缩量 后面能够及时的补量 那么呢 才能够缓解 或者才能够 给市场带来更大的机会 如果说呢 还是持续缩量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前还是用区间震荡的视角去跟即可 这是对于 商政 好 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两天和商政相比 微微有放量的态势 只不过呢 从开线的表达上面来讲 他实际上还是呈现的是一种进攻不足 什么叫进攻不足呢 连续四个交易日来讲 看似反弹 但是呢 他也勉强把前面这样的一个小心 都没有实现强势的向上覆盖 那么他一用禅论结构来讲的话 前面只是把他作为一个 某级别的中枢增大或者是某级别的中枢勾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前面一笔上当前一笔下 这一笔下的话呢 实际上你要是经过不安关系处理底分有了 但是底面是属于偏弱的底分 那么当天这两天有量能有量能的话呢 他背后是相关的板块 列说像不管是科技也好 还是说像能源 还是说像相关板块的话呢 体材当中这几天呢 是有两次有移动 但是呢 他缺乏明显的进攻性 缺乏明显的进攻性的话呢 那么对于该方向而言 后面中间跟踪和观察的是什么呢 量能不能延续的问题 好 那么之前给他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如果说后面能够保持放量 哪怕是下跌放量了 他也代表的是有相应的乘接 或者是相应的量价相应的背离 背离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一旦出现多数更容易 开启新的行情更容易有延续性 好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呢 能够出现进攻性的开线 且伴随持续的方量 或者是明显的进攻性的量能呈现 那么呢 向上也更容易有延续 所以当前的话呢 只要量能能够保持向好的 向温和方量的一个态势 那么后面的话呢 都可以积极的去跟踪把握 反之因为开线层面来讲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偏弱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 今天连续几天反弹 他实际上也只能把它归纳为 弱反弹的范畴来进行看待 好 这是对于创业版指数当前的表达 那么你要是看细节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状态对应的 他只是一个什么呢 例如前面把它处理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当前的话呢 实际上他在五分钟中 要么是五分钟中枢的 嗯 震浪 中来进行看待 要么呢 你要用小级别来讲 他实际上就是只是一个一分钟级别的波动而已 这个一分钟级别波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两个平台离的比较近 那么呢 依然可以把1800点以待呢 作为一个关键位 如果说强势的向上约过去 那么呢 你才能够呃 且伴随进行线的量能 你才能够视为呃 五分钟结构 转强 或者是五分钟结构 向上生长的可能 当前的状态来讲的话呢 他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一分钟的中枢震浪 一分钟走势而言 属于级别太小 好 后面的话呢 能够不量 而且的话呢 稳在五日军 五日军线的上方量 能在五日军电线的上方 那么呢 可以期待 相上的延续的情况 后面的话 再来看像体材里面 体材里面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当前的市场的状态是什么呢 从呃 4月17号的呃 这一天 包括呢 像昨天 体材当中的话呢 像科技说的经济是有所活跃 只不过呢 当前来看 对于体材当中 同样用量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它是缺乏这样的一个持续进攻性 只不过呢 在相对弱势的环境当中 那么呢 该方向说的经济依然重点去跟踪 重点去呃 观察 即可 观察的逻辑是什么呢 资金能够聚焦 或者能够进一步的呃延续 那么呢 机会大也风险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量呢 一旦回归到缩量的状态 或者是低量能的一个状态 那么呢 反弹过之后 随时陷入震浪 或者是呢 再回测 核心的话 还是要看 嗯 量能 因为当前来看的话呢 你要像今天 嗯 涨停分布来讲 它的涨停是高度分散的 就是说呢 没有形成明显的聚焦 且整个涨停板的话呢 缩量也并不多 好 那么对于像跟涨的 或者是也有异动 但是相对偏弱的 像呃 铃电能源 对应的 同样的 从量能的一个视角 量价的视角 以资金聚焦的视角来讲 也是缺乏进攻性 也说呢 定性而言 前面 此处 大盘是属于震荡 大盘震荡的话呢 那么背后像权重金融 时不时的异动 此起彼伏 但是呢 它没有进攻性 没有形成资金聚焦 没有形成明显的涨停分布 不能把它当成主线 当成主流来去看待的 那么对于体材而言的话呢 呃 当前是有 就是连续几天 连续两周 科技收质经济呢 是前面急速调整过 中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异动 当成重点方向 只是后面观察 资金能不能延续 那么对于当前行情的一个态度来讲 暂且是为弱反 能够不量 即时的不量 并且的话呢 资金能够再度聚焦 那么呢 积极的往上去跟 如果说呢 量能不能出现不量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视为下跌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 呃 弱反 后面的话呢 震荡也好 或者是回落以后 还是要结合 呃 明显的资金再度聚焦 或者是明显的进攻性的量能呈现 有量 方有未来 好 这是今天呢 呃 复盘的内容 就是呢 进攻不足 继续不量 能不量 好事 不能不量的话呢 还会震荡 或者是 呃 阶段性弱势 只不过大方向来讲 真的想想调整 只是等待多头的力量再度重现 那么呢 哎 机会是跌出来的 但是需要 把握 更有 信赖价值的 呃 拐点信号 当前的话呢 沾钱去跟体财 数字经济当中 后面能不能 不量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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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